我的新歌名叫King Kong 這首歌是一首跳唱歌 但這次我不懂得解釋它是一首快歌還是慢歌 因為在verse、pre chorus、bridge的部分 是一些比較moodie的一個vibe 但去到副歌就有些比較激動、澎湃、有少少不同 尤其是今次的arrangement上我自己覺得有些特別 因為我以往很少用一些比較少少band sound 或者多些電結他的arrangement 所以今次的音樂風格方面是有些特別 今次MV第一次做導演 這個崗位是超級無敵、十分之大壓力 因為導演這個職責是要處理這麼多事情 不只是要想辦法、想範圍 甚至是要讀run down 我要排練 究竟每一個shot要用多久的時間拍 甚至每秒數又要逐格逐格讀 所有事情 storyboard也要幫忙參與 想得出的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有份落這個decision making 所以是十分之艱辛的 所以今次其實很開心 因為今次邀請了阿水做一個執行導演 他從旁協助我究竟每一個step 我要去準備些甚麼 好多謝阿水 也好多謝花姐 因為今次在MV方面 其實花姐給了很大的意見 無論在storyboard storyline上 還是在拍攝MV的時候執行上 究竟不同的angle 其實大家整個team人都一起討論 那我就發覺 雖然今次做了一個導演的職責 但其實很多時候其實不只是導演下決定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一條team 究竟大家怎樣come up 一個最後解決方法 每一個問題 不只是我自己一個想 其實是大家一起貢獻一些ideas出來 反而是teamwork很重要 今次King Kong的MV最喜歡就是 一個下雨的場景 因為在故事裏面最後一個結果 有一部分是 在一個巷災的世界裏面終於下雨 裡面的角色就包括自己 就有一個道理上的領悟 今次的領悟就是 雖然在巷災的世界裏面 可能大家都很想去爭水 但其實為何要爭呢 因為可能最後你等到最後最後 可能天會下雨 可能大家都可以一起享受這個成果 為何不等下先呢 為何我們不避免所有的鬥爭和衝突呢 因為很多時候其實成果 又或者結果 又或者成與拜得失 其實所有事情都可以一起去面對 一起去享受一些好的結果 或者一起承擔不好的後果 其實都可以一起去進行這件事 所以永遠都不只是自己一個 我想知道 我們為何要說 我們快要站在那裡 為何要做得到 fel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